謝謝各位觀眾朋友 剛剛那首聖母的七次悲傷 其實是非常有畫面的音樂 它有非常令人窒息的眉 但是也有非常悲傷的時刻 剛剛這首曲是非常由音樂描述的 我們都想說音樂能夠反映人生真實的感受跟感情 那其實下一首協作曲也是這樣子的 下一首協作曲是由我們今年的畢業生常立的同學 吳嘉健同學都帶來的 由匈牙利著名作品家路普勒所寫的 匈牙利田園幻想區 顧名思義呢 這就是一首匈牙利地方的民謠 那大家應該知道匈牙利其實是 亞洲一個一直在漂泊流浪的民族 在早期呢 他們也是一直被 遊牧民族這樣的方式過生活 那這都取得前半段 前半段是一個非常沉悶 英語的一個編繫 描述一個匈牙利的悲傷的感覺 常在極盡中 我們遇到一個目的地吹著 非常哀傷的旋律 但是它的後半段呢 這是一個非常明朗勃勃快的一個舞曲 有點像我們所說的 柴大森舞曲 是充滿了這種陽光的歡樂的感覺 但是其中的旋律 仍然隱藏著一絲的猶豫 那我們現在歡迎這首 由淡家大學今年的畢業生 吳嘉健同學所帶來的 長堤節奏曲 渡谷樂田園環相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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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発 開啟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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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